好像這個星期的市房就開了 很多食肆的老闆都開心一些 起碼有些生意 晚上就不用這麼早關門 還有很多香港市民就可以出來逛逛 不需要整天困住在家裡 都是一個好事來的 我們講講我們五日測試法上週推介 上個星期我們提供了幾隻股票 其實都是我們一向持有的 但是其中一隻317我們又中了 計上次5元買的元升到12元 今個星期就是我們7.6、7.5的位置 我們說有三底立即升了 就去8.9 很快兩天搞定 但是我都跟大家講 我們是馬上吃的 我們不等的 起碼吃了三分二 今個星期早又回落來7.6 始終未破7.5 如果這個底能夠造成 那就更加強 上網是12元的 亦都配合了如果市況不好 可能有戰爭的危機 這些軍工股就最好了 另外大家可以留意2357 另外就講講市況 由上個星期五 至昨天星期四 短短1、2、3、4、5個交易日 恒商指數是跌了1300點 我已經跟大家講了 萬一去跌穿24001 你一定要買一買紅症 是吧 伏伏直播率很高 所以見到我們24005 我提供過很多次 以及19905都是 24005簡單一點 2000多如果你放在倉底 昨天就去到6900升了250% 另外如果你用恒紅 就算你在24001之下用 515500就是毫一指 升到2毫升了8% 市況不好 但仍然我提供一些股票 因為有些自己有 就不喜歡搞這麼多指數的東西 太複雜了 很喜歡炒股票的 大家可以用這隻24002 我仍然堅持一下 它是下來的 我們炒過很多轉的了 這次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吸納機會 千萬不要因為股票下跌 避開它 其實下跌的時候 才是一個有吸納的機會 我猜主要原因 這些很多股票都下跌 就是因為歐美這個疫情爆發得非常厲害 每天增加的那些人數 有幾萬人感染 所以大家都不敢看好市場 所以變成242這些那麼多酒店業務的股票 就收押的 所以我就覺得在這兩個半樓下 我們再買的原因 就是我覺得他們那個上蒲驚開幕 還有很多房地產項目 接下來是可以抵消這方面的衝擊的 所以大家記得持有 還有在低位慢慢分住吸納 另外700我上個星期說了 還會跌到500元左右 果然是的 但去到506元左右就停低了 如果你持有513條5 那就OK了 因為7000多買上去9000 那你可以吃一點 這東西很好 因為低成本 你買一點 而且用的資金不多 大家都可以參與 我覺得仍然都可以分斷持有 但我覺得這個700始終都會下去打完那些牛鮮 我覺得最大危險性的區域就是495元 所以如果它穿了500元你才買都可以 有些人就買了一點擺住 萬一它不穿反彈 這個都是一個好的部署 另外台灣我們經常說加權指數 加權指數就是今早有些回落 我猜跟美股一樣 有些壓力升了很多 所以我叫大家如果看好台灣都不要緊 用台幣 還有這個FLTW 這個ETF 大家最好上班的朋友 為什麼你不用整天看著他們的市況 萬一是不好也好 它回落得很慢就沒有指數那麼快 風險是很低的 適合一個星期提一次市那些人的 另外我提議我曾經提供7261去到18元 我叫大家是獲吉利的 大家都是升了80% 今早來到看看 亦都去到13.9元 但都是很緩慢的 雖然你知道美股跌了3000點 但這些ETF它都是慢慢回落的 很有空間 還有很安全 可以讓你估出的 如果你不想持有的話 我們看看會不會跌落深一點 再繞過 但這個位置可以減遲一點的 上回來再算 那不要持有太多 但不需要估光的 譬如我一萬股 那我估出7000了 那持有3000 先減低了風險 因為我覺得美股是有機會下次更低位的 大家在看這個美股 順便提一提 就去到26000多 我們這個五日測試法 上個星期我已經很多次跟大家講過 這個香港的股票是非常難炒 因為紙有更弱 沒有最弱 還有我說過了 不要介意直言 就是說沒有最壞 紙有更壞 今早上星期五又倒跌了 一反彈又跌過 一定是有一些不好的事 包括這個匯豐會不會被制裁 包括中美關係 特朗普會出招 沒有一樣東西可以好的 包括這個特區政府的施政 民怨沸騰 沒有一件開心的事 所以我們另謀出路 所以我跟大家講了 一定是用一些另外的方法 包括炒一些 期貨 或者是一些 commodities 的東西 反而還有空間 可以跟大家可以獲利的 上個星期五我跟大家講了 如果這個盜瓊斯指數 在我BC Channel 大家要留意我的Facebook 已經講了 就是說萬一破27,500 就會跌1000點 上個星期五已經獲利了 已經在12點 有些早份自己已經贏了500點 結果真的下去26,600 做了一個雙計彈上來 根據我們做的五天來講 是獲利非常之好的 五天測試法 星期三我就叫大家 在26996買回道指 我說今晚是會倒升的 結果它就升到27,300 昨天我們又講過了 就說道指會再下一下 也都再一次下去26,600 但是我跟大家講 我個人認為有些矛盾 你知道市跌了很多 道指由29,000點下來 我就看它會下去25,000 甚至乎穿了這個橫行區26,600 納指在10,000點可能會有支持 但是還是不是那麼好的市況 所以大家小心 就不要因為什麼國慶 又或者什麼中秋節 事會好起來 這個沒有關係的 因為我們太多政治因素 就不是因為國慶就會好起來 我自己覺得 只不過就是 郭Sir經常講的 就叫有波服無勝服 就是滑來滑去結果都是跌的 那大家如果不想用行紅 就保持這隻24005 那市況不好 那香港人何去何從 在這個疫情那裡 大家都不是很開心 那希望接下來 會不會有些好的政策 就令到中央會出一些政策 去刺激一下經濟 但是我看都是很淡 我看這個港股 包括今個之後中 我順帶一提 萬一你不聽完整個節目 那這個牛區 就是這個恒指牛政區域 在23,100 有一些不懂看事的股評 說未必一定會再打 當然會用來打 難道用來息嗎 是不是 你這麼多人買了在那裡 一定打 尤其是 如果你看好 說上去28,000那些股評人 令到很多人在9月份 跟他買了一些認購證的 是血本無歸的 那這些真的要說 大家要小心 在選擇股評人的時候 那為什麼呢 你就沒有了很多錢 那他就一舉拉過 那不是第一次發生的了 那大家記住 小心點投資了 如果真是說沒有信心 就是我老實說 不是一定要投資的 可以休息一下的 不要因為這些財經節目 一定要投資 你就聽他這麼說 如果真是對香港很沒有信心 是可以先撤出的 好嗎 那我們一會兒 五日測試法 下週推介 再講一講 監製上上圖看看 那大家看看 那其實呢 我就仍然說回242這隻股票 因為很多自己都有的 那還有880 我們說了幾年的 是不是 那242今天就去了一個低位 那尤其是跌穿了兩個半 那我就仍然會 會持有 甚至乎如果你沒有 你就可以分開吸 那我們呢 其實講一講市況 或者形勢先 我們就不看好股市 我覺得美股是會再大跌的 那但是會不會呢 我都有點保留的 那五日測試法就這麼說 那但是呢 中間會不會又搓上搓下呢 那所以變成大 大方向 我覺得港股仍然都向下一轉 那但是已經跌了很多 那所以我仍然提供一些股票 就趁這個機會吸 那可能會持有較長的時間 這個要事先聲明大家明白 那242呢 如果跌破兩個半 那大家可以吸納兩個三兩個二的位置 那我覺得呢 接下來的日子呢 它會去回三元的 那但是可能的時間較長了 因為港股要經歷十月份呢 我覺得十月頭都是不看好的 那另外八八零呢 就跌下去八個多 但是這隻呢 就是十一元我們減持了 那會不會你想等一等它先 會不會再低一點才買回來 會不會有機會穿八元 或者八元那些位置呢 我覺得有這樣的機會的 那大家可以留意回 那大家要自己看 因為它比較強的 我覺得它那個上普京 還有很多項目 可以抵銷著這個股票大跌的 那你見到其實都不差的 它由五個多升到十一元 那上個星期大跌都好 它都站穩九個半 今早做的都是九元而已 那相對呢 如果是用來長線投資的朋友 靠安全 因為它不會大起大落 OK 那另外我提供就是001 那現在我寫這些價位 大家見到在圖表那裏 就是第二項長室 上46.8這個位呢 那可能星期一是會跌下來的 如果我們看五日測試法 我就覺得會不會再下去 先打完這個23,100 甚至乎23,000那些牛證呢 因為那裏有成萬張牛證的 那不打就真的好了 就是開玩笑這樣說 對你不住的 那所以變成呢 在那裏持有好倉的朋友要小心 那我提供這隻25304 那現在我寫這個價位 其實一日可能會更低的 你可以分段這樣吸了 那001已經跌了很多很多 那所以我覺得上場的大市 再跌呢 它都不會有一個很大的跌幅的 那防守性很強 那你可以作為一個 一個月左右的持有 好嗎 那會不會看看 會不會有些驚喜的項目回來 那但是這個都很保守 大家不可以用很多錢去持有一下 那如果星期一大跌呢 你就等一等了 讓它跌定先 會不會真的下市 再一次下市 22,500呢 那你要小心 那或者這個買入的計劃就要各自了 這裡有些option在那裡的 那但是因為大市跌了很多呢 那我仍然都想用少量的資金去試一下吸納的 175就9月26號就會有一個車展 那這個就好像吉里就會有新的Model的車 那用這隻22992 那試一下會不會像Tesla那樣有些厲害的東西出來 那另外3690也是 那就跌了很多了 那這個純粹是低位吸一吸的而已 230元是50千線 那用27644 那現在就在1號9指的 那如果星期一下去220多元那些呢 你可以試一次吸了 那但是呢 鹽首止蝕位 我以上提供的輪呢 大家都是用12格止蝕 那萬一你持有的過程 現在穿了你就先走了 那另外317 我已經說了 還有2357是背遲的 2357這早上去過4.25元 這隻東西是大上大落的 其實早前是5元的 那所以變成呢 如果它再跌再背遲 接近4元你都可以想 那我現在提供這些股票 因為我不看好大市 如果它再落 你自己要調一調教一下 那是可以吸納的 那另外一隻 其實我覺得最穩陣的 就是這隻碧桂園 那它由41元上到50元是不肯回落的 那現在在那裡消化 那這隻可以長期持有 那again我們都是分斷吸納的 那另外就用回這隻 24005的酷卵一定要保持住 萬一大市再跌多2000點 那其實最低可以見到21000的 那我在那裡說了 就是比較好少人會認為是這樣 哎差不多位了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仍然有機會再跌的 那基於甚麼因素 包括很多不利香港的因素 基於外資可能會撤走 基於這個戰爭的邊緣 那還有很多很多新的政策 可能是這些商人不太適應 那很多很多的問題 可以說是千瘡百孔 那所以大家都知道了 很多人說這個國安法 說對香港的投資市場沒有影響 是不是 這個是絕對錯誤了 你問問林鄭為甚麼每天都跌呢 你問問這個財政司陳茂波為甚麼每天都跌呢 那你跟著聽那些財經演員說呢 或者那些銀行呢 你不要相信他 他回答你一句就是說 我未見到有資金流走 未見到就不等於沒有 是不是 你未見到Oxygen 你不知道有空氣 但是你已經在吸空氣了 見不到和有沒有是兩件事 你見不到 可能你不夠多資訊而已 是不是 所以大家要小心 那另外呢 如果是簡單點信我的朋友 保守就用24005 那你甚麼都不用做了 錯錯錯 錯到去跌爆為止了 是不是 那用回一個位置 指洩就很簡單 就用這個23800指洩 如果他彈到上去23800 那麼厲害 那麼把握升到600點 那你便會虧少少 24005這些很穩陣的 好嗎 那為什麼呢 他就算是升了幾百點 他都是回十格左右而已 但是如果你進取下個禮拜 你相信我們測試法的話 你就可以用一些紅證 是吧 有不同的紅證 那大家自己去找一找 好嗎 好簡單 你按牛熊 你知道啦 譬如Stock的電話都是啦 按牛熊 有哪一隻 那你自己選一隻 那盡量選一些 在23800樓上收回的 不要太貼 那作為兩個禮拜 去看看會不會有升幅 那還有很簡單 譬如你七個先買了 那你用五千半止蝕就搞定了 那全部東西呢 記住一下 我們看到一些股評人叫人家買東西 就不設止蝕位 那好像有些自己跟我講 導致到九月 即九月份買的那些卵 那他們認為市會上二萬八的那些呢 是變零的 他們是損失慘重血本無歸的 那大家記得留意 在選擇股評人的過程都要小心一下 會不會是刻意 我上次講過了 會不會有些股評人是受了老闆的指示 叫做唱好當市下跌呢 那所以變成了大家要小心一下 他就講得很輕鬆的而已 但是你就血本無歸的 千萬不要亂投資 那包括我們在內 如果你認為香港是一個非常之差的市況呢 那我老實跟你講 不是一定要投資的 是可以休息的 幹嘛一定要投資呢 這個差不多好像我們說去看電影 或者去吃飯 不是一定要這樣做 可以留在家裡的嘛 那所以大家要謹慎 因為香港正處於一個很艱難的關頭 那還有就不要亂相信那些財經演員 那這次又是一個好的證明了 在25800點 在26700點 我跟大家講了很壞的訊號 那我們當然有減辭 我們不會損失慘重啦 而最重要的一點 是必定要設止蝕毅的嘛 他不設止蝕毅就令到你血本無歸 那個卵傷就殺了你那筆錢 是不是 那背後的原因我們不調查啦 總之我們只知道 他唱好過市就變淡的了 你要小心啦 好不好 那另外呢 如果你真的真的對香港的市況 很沒信心就投資新台幣啦 我跟我說了啦 新台幣很簡單 又不會大幅波動的 而且很慢慢升值的 那你就將資金調去一些台灣資產啦 那譬如好像FLTW啊 那直接買新台幣都可以的 所以我個人認為市仍然有機會大跌 那但是就不要太aggressive 因為跌了很多 那所以中庸之道呢 都是用回這隻24005 那另外再交代一次 如果你持有股票 那你用現價再加多5% 如果它跌穿呢 那大家就止虧啦 好不好 大家就止虧啦 先止虧離場 甚至乎減一半 那看看會不會跌到21000點那裏再買過 否則呢 又會是被那些股票 hold住了一些資金的 那其中一隻我會最為穩陣 就是2038 雖然它呢 由9.2 到今天的107 那但是這隻是非常穩陣的 那如果你想持有 或者持有這隻 又或者6088 那有少少回調的空間 那下個星期回來看看是不是市場又會再大跌了 好不好 那下個星期再見 那祝大家有個愉快的周末